新年頭一天我們就來做愛心 這群中華家父中心的志願 連續八年選到一個完蛋 這天來基盤愛心祈賣 很多的正經接受過家父中心幫助的朋友 以及生身人數 也主動不一不主來關出來祈賣 所有都會全部用在家父中心的孩子身居住 這一個才二十塊 三個五十 那個這個都是對 連續八年在完蛋這天基盤愛心祈賣 也是第六年在中華家樂福大閉店來拜登 家父中心的志願開始發賣 放不來的愛心祈賣 是要購買家父人的連菜以後 中華家父中心表示 新年的第一天就來拜登祈賣 今年愛心祈賣是賣不到一塊年的年菜 要讓這群家父中心觀眾的家庭 有一棟創造的團結飯可以享用 只是今年受到疫情影響 年菜的生產也還欠很多 也感謝這麼多生心人數到三天 恭喜愛心祈賣 所有很多生心人數是來關心意義 寒冬送軟我們希望說藉著今天一整天的一個義賣 所得要幫忙家父兒度過寒冬 最主要是給他們過百新年的連菜 那我們的連菜每年要花放一千八百戶 六菜一湯的連菜 那總共要兩百一十幾萬 我目前還差七十幾萬 所以希望說今天所有的彰化憲民 發揮你的愛心 寒冬送軟給家父兒一個溫暖 兩萬 跟家父中心一天也說 過去曾經接受過家父中心的幫忙 如今只是真自己的一份心臉 也感謝家樂府立場 願意無想提供情緒 讓他們來拜託祈賣 特別是在介紹的出口處 人家最多的地方 拜登 確實真有好個 大眾節目中西梁中華 蔡宏博德